这个喉咙果在我们越南 只有白色的 没有红色 来到台湾才吃到红色的 那时候很开心 就偷偷在台湾 切了好几段 包了很多 就包行李拿回去越南种 民众党立委 麦玉珍上台致辞 讲到台湾生产的喉咙果 喜滋滋的分享 曾经切断 偷偷带回越南 引发台下一阵哗然 此言一出台沙听众 都替他捏把冷汗 违把的事情 麦玉珍怎么会在公开场合自爆呢 似乎发现不太对劲 麦玉珍这才赶紧改口 没中成功 不过事后还是遭到质疑 不但讲错话很失礼 而且还有违把嫌疑 委员所提到的 就是也许是玩笑话 或也许是真正的 我们没办法确认 但是相对的就是说 我们还是呼吁我们所有的国人 就是我们的品种 是我们农民辛辛苦苦的一个预程 然后希望说能够 确保台湾优势 就是不要把 轻易的把台湾的种苗 输到其他的国家 根据植物品种及种苗法规定 植物种苗互品品上 包含红龙果枝条 若未一规定申请输出 最高可开罚250万元 麦玉珍一时失言 惹出风波 随后也在脸书公开致歉 坦言对相关的法令规范 不够了解 还强调 发言本意是要提醒大家 不要触犯法令 共同守护美好家园 米时新闻综合报导